9月1号晚,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突然宣布辞职,在日本朝野引起强烈争动。 目前自民党为选举福田的进入者已经开始了相关的准备工作。 现任自民党干事长麻生太郎被视为下任首相的最有力人选。 福田1号晚在首相官邸召开的记者会上说, 由于在野党在国会的不配合,许多应该决定的事情定不下来,或者要花很长时间。 考虑到日本目前的经济形势,在以后的国会上绝不应发生这种情况。 他认为,必须在新的领导体制下谋求政策的实现,因此决定辞职。 福田说,他是在上周末做出辞职决定的, 选择现在辞职是因为据临时国会召开还有一些时间,不会造成政治空白。 他期待在下任自民党总裁的领导下,形成更为有力的领导体制, 为实现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政策而努力。 福田是去年9月接替安倍晋三担任日本首相的。 由于在野党在参议院占多数,福田政权的运作受到许多阻碍。 同时由于在民生上的诸多问题,福田内阁的支持率今年一直处于低迷状态。 福田突然宣布辞职,使执政党、在野党和民众都感到震惊。 在野党批评福田突然辞职,是不负责任之举。 自民党内也传出了无法理解和福田突然辞职是对自民党的打击等声音。 受福田辞职的影响,东京股市日经股指今天下跌224.71点, 报12609.47点,跌幅为1.75%。 被视为下任日本首相最有利人选的自民党干事长麻生太郎, 今天在东京对媒体表示,他愿意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